哈啰,欢迎收看北西班里,我是凯琳 哈哈哈,有哦 哈啰,我是Domi 我是凯琳,你是? OK 看到我们三个人在车上就知道我们又要去玩了啦 去玩 然后这次呢,我们的Johor的朋友 下来凯琳找我们 然后我们就去租了一个,那个地方叫什么? 松岩 松岩的一个地方,在Bukit Tinggi那边 算是一种度假村之类的吧 松岩算是现在最好的度假村 所以刚好我们Jasleen她不本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两家人一起出游 然后他们也带他们的小孩,我们也带我们的小孩 但是琴琴我们就没有人带来啦 因为琴琴太小 所以如果我们要带她的话,我们完全就不用玩了 应该不用去了 最近都一直在天黑黑要下雨 希望等下去到那边 下雨没关系,不要下太大雨 然后去到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再拍给大家看啦 这个很像黄山野岭的感觉喔 然后听说上面是没有WiFi 于是隔绝,没有线 然后也要吃素的地方 然后也要吃素的地方 就是一进来就感觉到室外逃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舒服 可以跑跑跑了 其实我完全没有看过他们的计划 什么都没有看过 所以我等下会有些什么东西做啊 那些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跟咯 哇,我们完全 有点不错 乐乐,你还跟着什么 好可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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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我们的房子 乐乐,乐乐,我们哪一个 一样的 一个 啊 一 他去两间房 他一直讲要去一间房 我们全部去一间房 对 好,我们等下再来玩 你看那些狗几舒服 你看他完全不怕了,这个人 哇 来,小心吗 哇 哇 小心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 又拍照 又玩狗 然后到几点才可以进房间 到现在几点 哈哈 我们还没有check in房间 OK哇 很舒服 而且他有一个 小小的阳台 啊 啊,这个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是第一 OK 哇 OK 哦,是这样子的 哇 诶,有冷气 有风扇 好 这样子 有三张床 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啦 我们的房间 其实讲真的我蛮喜欢这样子的 就是全部都是 木来的 像Charlotte来的 啊 啊,Charlotte 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 就是 给你进来就是睡觉 然后就是三张床在那一边 然后厕所 有一间厕所 这样子 我外面 我最喜欢就是外面呢 也像我在小露台这样子 如果晚上 小孩子睡了 可以在外面聊天 喝点东西这样子 吃点零食 放上的 热,走喽 好美的发文 好美的发文哦 你看这一家四口多么和乐融融 嘿嘿嘿 我们 我进房间睡觉先拿你们加油 嘿嘿 嘿嘿 哦,享受啦 哈啰 刚才我们一路上都在下雨 然后来到这边反而天气变晴了一点 四点半会有一个 Farm tour 然后六点钟就是吃晚餐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 看看 先走走附近 看看这边的环境 有些什么东西玩 乐乐小心哦 那个泳池 你对他泳池有意见吗 有点小时候玩水 去山白玩水 这个是他们这边的游泳池 没有放任何的化学药品 所以他的水是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清 如果你ok的话 其实就可以来这边游泳 小心哦小心哦 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散步啊 这样子走也会 也不会觉得太累 因为真的是太舒服了 那个凉风稀稀的感觉 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呢 都会是叫我们要开源节流啦 要节省能源啦 节省资源样子的 所以比如说吃东西 他们也会比较主张在吃素 然后房间那些 他们都叫你出门的时候 就需要关冷气啊 啊对啊走走 我发现这两个小孩子的那一个性格 或者怕的东西跟勇敢的东西不一样 热气呢 他就是会比较玩的东西他都很赶 但是对动物那些就不赶 那我的女儿呢 就是对动物那种很赶 但是对玩的东西就不太赶 嗯 怎样啦 等等高高 不能输他 哈哈哈哈哈哈 他很pro啊 整个人的样子 你看他 哎呀啊 professional amateur 哎呦 不觉得追我啊 那个东摇通 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哦 哦 哦 在这个地方呢 源自于都是一个松队 一个松 一个岩石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边我们就命名为松岩咯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是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啦 你们看到你们房间呢 冰箱又没有啦 电视机又没有啦 Wi-Fi又没有啦 那么主要是让你们来这边去休息放松的 离开你们的那些电子产品啊 手机啊 外帅啊这些啦 这边深圳的放松 来这边我们学习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活 这样晚上呢 我们就有一个草场 你们看今天 看不看得到星星嘛 我们这边看星星是很漂亮的 然后晚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你们可以看萤火虫 因为这边呢 是属于一个深山的环境啊 然后是没有污染的 那么这边是可以看到萤火虫 那晚上吃的菜呢 都是来这里这个菜员呢 嗯 嗯 这个呢 是芦笋 这个是它老了的时候 就是如果芦笋里面有采达的话 它会一直长大 长大够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嗯 然后这个就是它种植咯 这边是吧 嗯 这个是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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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洛坡 女儿是喜欢动物不喜欢植物 因为他对动物是充满了爱心 所以植物就尽之缺缺 通常都是那种狗堆人 但是还是人堆狗 这种狗狗狗狗狗狗 好多的哦 这种困难吗 其实是给他们来看东西啊 对哦 而且今天天气算很好 对对没有下雨 还可以看到东西 不过对这个最爽的就是玩很多狗 狗玩 狗给它玩啊 你找吗 你是不是好吃 先生好吃 这个是姜的酵素 1,2,3,CHA! 喝了下去,精神 东西看起来就是 素的啦,血素啦,那些菜全部都是他们 种的 简简单单,轻轻酸酸 它有菜啊,还有原料啊,全部都很甜 如果你是肉食动物的话呢 你哥自己带一些零食啊 做杯面啊,来一趟来啦 不然的话呢,这边真的是吃很清淡的东西 因为它这边主打就是给你休假嘛 除了你的人要休假之外 你的那个肠胃也要休假 所以就吃清淡一点的 其实呢,晚上这里站的没有什么东西过来 看了 看了 耶 哇,是时候了哦 是时候了哦 对对对 哦呦 这个就是晚上一定要有的嘛 你看我们完全就是 零食 啤酒 小孩子睡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大人的时间啦 哈哈 零食啤酒不能少 那很多东西 《点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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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么 早餐起来就是满满的 负离吃吧应该 就是天气空气都很好啊一些 晚上不用开冷气 那个风扇就很爽 早安啊 现在就是吃早餐的时间 就有姜茶啦 然后早餐就是养生粥 还有这种小小的香蕉糕啊 木薯啊 木瓜啊 水果这些 这是很香的姜茶 养生粥就很养生 里面蛮多的啊 早餐起来就是一碗粥 可以暖一暖味啊 不错 这种木薯很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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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楊朵 這邊有什麼想法 RELAX RELAX 對 如果要吃東西的話 我現在很緊張 吃東西就可以 要去帶叉燒 他偷來這邊很美 帶小孩子來狼狽 不過小孩子也還好啦 都可以給他們盡情玩 然後跑跑跑 就會很開心 這邊每個點都是大咖店 所以你們穿美美來就對了 還要穿美美 但是帶小孩子就是這樣 你看你看 我覺得很多人去旅行都會講 那個地方有什麼東西做 有什麼東西好玩 但是我們來到松岩這一邊 他們給我們的時間表 就只有三項 第一個就check in 第二個就是farm tour 第三個就是晚餐 然後過後的全部都是自由自在的 然後你自己去走啊 然後自己去玩啊 基本上這一邊就 真的純粹讓你來放鬆 他沒有太多的節目給你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東西 給你去玩啊 什麼有一些什麼越野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 他純粹就只是讓你來放鬆 然後吃的東西也是讓你的腸胃放鬆 然後在那邊也給你的身心靈放鬆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在城市裡面 壓力很大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想要找一個地方來放孔 我覺得這個松岩是非常適合你們的 但是如果你是來一種旅行啊 一定要找很多東西很多節目 玩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不太適合你了 好啦 如果你們有什麼更多類似這樣子 像松岩這樣子的度假村啊 民宿啊 覺得很特別的 都可以介紹給我們 我們有時間的話 有機會的話都可以去玩一玩啊 OK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一下 如果你們是從YouTube看到的話 就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然後旁邊有個鈴鐺按下去 我之前的影片就可以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小鈴鐺 請給我們